上次也是这样的活动打过一次 不是经常打 主要我觉得输和赢可能吃药吧 主要是说能够打得精彩一点 每次赢都挺痛快的 都挺好的 一个比赛每次心情不一样 欧洲人的力量大 亚洲人的力量相对来讲 没有欧洲人国外印度人的力量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从速度上 亚洲人占一些优势 挺好的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 我觉得这样不光说是推广 不是搞一个比赛 可能推广美国的乒乓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吧 男的我觉得 应该很难能赢到男的 但是说小孩可能我会赢 但是一般像打到这种职业的水平上 我觉得很难 是要打着呢 我会赢得很好的 如果他们觉得是推广的 对比赛的水平上 瓶子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种职业的水平上 我会赢得很好的 我们不过来